各位同事來請大家做一做訪問 我們今天想要跟大家提案 歐盟是台灣青年氣候聯盟 我們想要跟大家提案的專案叫做氣候選戰 台灣青年氣候聯盟是第一個 有青年自主營運成立的環境研究組織 為什麼我們今天會想要來提案氣候選戰的專案 就是呢 可以看到其實30年來就是全球溫度的比較 那我們來看 這是今年的IPCC聯盟國氣候變遷研究小組發布的最新報告 裡面很詳細的指出 就是氣候變遷有95%的信心程度是人類造成的 所以其實我們也是一群關心氣候變遷環境的NGO 那所以呢我們才會決定說 我們今天想要來就是發起氣候選戰這個專案 那這就是左邊是我們現在的地球 那我們呢在未來有一個Mega Decision Point 我們都會關鍵的決定我們之後未來的環境是如何變遷 那所以我們其實很明白就是每一次的選戰呢 其實都是一個很重要對於我們未來環境的決策點 那其實呢我們這些候選他們提出的環境政見 對我們的環境到底是好還是壞 都很關鍵的影響我們之後的環境結果 所以呢我們才想說利用這次的年曆選舉來監督我們每個候選人的環境政見 到底是不是很好的 那我們想要分兩部分去做 一部分呢就是利用我們之後會串聯在地的學生以及環團 監督在地候選的環境政見 那呢丟出他們覺得他們關心的環境議題 不過我們今天的重點是我們需要一個就是一些工程師來幫助我們建立一個資訊 還有就是行動的共享平台讓這些串聯的資訊能夠丟到這個平台上面 就是彼此互動 然後呢把就是資料都公開然後讓彼此交流 那也會希望利用就是Open Data概念 把之前政府這一些累積的資料公開再更視覺化 然後呢讓大家能夠更清楚的了解 就是這些候選的政見的話他之前做哪些東西是對環境是不好的呢 還是他做哪些對環境好的事情 那進程是希望能夠監督無度候選的政見 並且大家提升大家就是在投票的時候能夠考慮到哪個候選人的 就是他們的對於一些政策的態度 那遠程的話就是希望把能量累積到2016的總統大選 那這是一個就是一個概念圖 因為還沒有做網站 對就是希望能夠在游標啊移到每一個地區的時候能夠看到 欸這個縣市他們關注的在地的議題是什麼 那他們現在他們的候選人對於他們這些議題有什麼的表態 那他們有什麼提出的政策去解決它 那就是我們可能希望可以結合像那種市場給問嘛這種平台 然後呢就是對在地候選人施壓 對五度候選人施壓 對所以我們需要一些工程師來幫我們做這些互動平台 然後把這些資料就是公開在網路上 對然後彼此交流 就是因為我們滿缺這方面的人才的 對所以就是其實很就是 就是很希望能夠大家一起加入我們 就是著重於年底選舉 然後讓這種年底選舉 然後變成一場氣候選項 謝謝大家